今天我來給大家講解的是關於 英國的那個雲 雲端 就是我們手機如果內存越滿的話 我們就需要雲端把照片傳到雲端 這樣子就不會佔領手機的容量 有的人買的手機的容量就不夠遠 那方法就是把數據傳到雲端 英國唯一推薦的只有兩款雲端的 那個就是能夠遠速度比較快的 就是亞馬遜Photos跟那個GooglePhotos 就是GooglePhotos給你無限量的圖片 可以可以那個上傳無限量的圖片 然後 亞馬遜Photos也給你傳無限量的圖片 前提條件是你必須是Prime的會員 所以我們現在只選GooglePhotos 因為有的人沒有亞馬遜Photos的帳戶 所以我們先下載這個GooglePhotos 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照片無限量的上傳到Google的 那個就是雲端裡面 它是無限量的 就是你有多少數量都是沒有錢的 然後一旦傳完了之後你的手機 這內存就可以空出來了 你就是下載完GooglePhotos之後呢 然後把他啟動了 然後讓他允許他訪問你的Photos 然後推送你可以不讓他推送 然後 通知 你可以保持關閉狀態的 然後就備份到這個帳戶 你點備份就可以了 然後點確認 然後點允許 然後他就開始備份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正在臀部 然後這個臀部可能要臀部幾小時 臀部完之後你就可以把你手機的照片全洗掉 因為手機裡面照片有時候佔了你很多的內存 這樣子就造成了你那個 你的手機就會全佔滿了 然後你可能要買更大更大的手機能量 直到你越買越大越買越大 最後就沒辦法了 這個是唯一的辦法 然後他上傳的時候你只要點這裡 他就可以看到他的照片正在一個個上傳 然後全部傳完的話你可以刪除他 然後因為谷歌的速度很快 所以在英國你不用擔心谷歌 牛腦不了 有些那個灰竹牛的就不建議了 因為灰竹牛的照片有的 根本就看不了速度太慢 谷歌的速度很快 所以你就讓他一直傳 傳完了之後你就 你就可以刪除掉你手機裡面的全部的圖片 這裡 正在被混 他這個可能被混需要被混幾個鐘頭 但被混完之後你的手機圖片可以全部洗掉 然後在谷歌裡面瀏覽 就可以了 是非常簡單的 而且谷歌是比較可靠的一個 就是比較大的公司 上傳的照片是無限量的 你想傳多少都可以 你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你是iPhone電話的話 你在這個被混的同時是不能關掉這個屏幕的 就是你必須開著讓他被混 如果你關掉的話 他就會 因為蘋果的手機他都有這個通病沒有辦法 你必須開在那裡 讓他一直被混 然後一旦關掉這個屏幕 就停止被混了 你要再打開他才能被混 然後一旦你被混完的話 這裡會有一個顯示 就顯示你 已經被混了554項 然後可以刪除掉這些空出你的內存 所以你只要點他 然後點刪除 刪除560項這些東西 你就能夠空出你的內存了 所以這裡是完全的解釋給你聽怎麼樣 把你手機的內存給空出來 這樣你就不用買越來越大越來越大越來越大的 電話的能量這樣子省下了很多錢 因為那個能量這個是無止境的 這個Google是給你無限量的存儲圖片 無限量就是無限量 而且Google運作得很快 在英國你流浪起來 速度相當快 像國內那些360 微雲啊 什麼百度雲啊 那些在英國完全是願不到 他們動都動不了 速度太慢 好了今天就介紹在這裡